洛杉矶市议会周二以13比0的票数 一致通过一项庇护城市的法令 禁止市府与联邦执法部门 直接或间接共享资料 来驱逐无证移民 我们非常惊讶 既然这是一个城市 在一半的民族是移民 我们都非常惊讶 惊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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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国防守或其他人 会被制作川普的重复权计计 川普在竞选期间 曾重复强调边境安全 并承诺上任后 将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 尤其是犯下重罪的非法移民 洛杉矶市的庇护法 也遭到共和党人的反对 洛杉矶共和党发表声明说 一个没有安全边界的国家 根本不算是个国家 所谓的庇护城市和庇护州 听起来很温暖和模糊 却是在给非法入境的人 和罪犯提供保护 虽然洛杉矶前市长加西提 曾签署过相关行政令 但至此将被证实纳入法规 进一步保护移民社区 接下来 法令将提交给市长巴斯签署 批准后将紧急在10天内生效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博元综合报道 保护移民社区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博元综合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博元综合